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振中指是收报2878点 跌0.23% 三振50涨跌0.9% 收报2901点 踹板指是微跌0.1% 收报1673 成家方面跟昨天差不多 3557亿 那么港资今天在一个市场里面继续的一个扩大净流入 对这个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持的作用 那么户指呢 总体来看呢 尽管说今天看跌 但是呢 还是受制年限 那么黄金这一些避险资产拉升 那么领场板块呢 有色金属里面呢 主要是黄金跟稀土股份呢 在一个中位一个低位呢 出现了一个资金介入 这个股价移动 那么家电板块呢 主要还是隔离电器在领涨 那么隔离电器呢 这个股权的一个转让呢 是顺利的一个完成 那么签订了协议 那么市场呢 认为它的一个估值啊 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 源自于公司广资治理结构的一个改善呢 带来未来企业盈利增长的一个机会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极有可能潮人美帝集团的一个估值啊 去回升 所以股价呢 仍然存在一个上涨的机会 那么另外呢 今天这个国防军工股呢 也是一避险的一个异动了 但是呢 这个啊 风险偏好啊并不高 所以这个板块呢 要有机会呢 现在暂时看不到 那么一二板块呢 是昨天啊 这个几天离这个大跌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啊 异动反弹 啊 那么领涨板块呢 还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半导体概念啊 今天整体呢 是异动 啊 那么呃 这个背后原因啊 啊 我觉得呢 跟这个中美方面啊 这个贸易的一个摩擦加剧啊 有关 啊 那么形成了一个啊 所谓的啊 贸易摩擦的一个防治股啊 啊 这个越是受到压力呢 它这个国产化的概念炒作啊 越活跃 啊 所以呢 这一块是有一个领涨 但是呢 科技股啊 今天实际上核心标的呢 还是表现的比较弱啊 啊 机构的大资资金呢 并不敢去冲太多 那么领涨的板块概念呢 有煤炭建材 地产通信啊 那么建材呢 这一篇这个工信部调 这个指导啊 这个 调研这个啊 几个水泥钢铁这些材料的价格的消息呢 让市场啊 会有一点担忧 并且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冬季啊 比较冷的时间呢 它这个啊 动工啊 会放晃 这个需求呢 也不是旺季所以呢 啊 有一个股价调整的啊 窗口期 那么 我们进一步看 好 那么今天的市场啊 是表现耐跌啊 那么啊 涨跌呢 是互半啊 各线啊 甚至呢 这个啊 涨的这个情况要好过这个跌的啊 啊 那么 即使说 批减情绪升温呢 市场会担心这个 受制啊 连线呢 那么 重心会不会下行 啊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啊 有几个看法 那么 首先呢 呃 十月份呢 中国PMI啊 啊 这个数据造好啊 啊 这个对比之下呢 美国LISM制造业指数呢 转弱啊 这一块呢 是能给市场呢 带来一种信心的一个提振啊 反应在市场上面呢 就是美股高位下跌 啊 A股呢 在适当的水平啊 并没有跟随下降 啊 所以呢 这个是啊 基本面上的一个啊 数据支持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诸价呢 连续四个礼拜回落 啊 那么 通胀压力减少啊 会增加大家呢 对货币政策施行的一种空间的场望 尤其呢 是昨天光媒呢 就提到这个明年初有可能会降准啊 这样的一些利好支持 啊 那么 中美 那么 现阶段短线呢 还是要关注12月15号啊 到底这个税呢 是收不收 那么 昨天网上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 这个特朗普呢 提到说在明年啊 啊 所谓的这个美国他的一个中期选举前呢 这个啊 协议推迟到到时候再讲也 也 也 也可以啊 那么 旗下他的一个下面的官员就提到 啊 如果这个谈不拢的话呢 那么 照收这个关税 所以呢 昨天网上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 那VX的一个指数也拉升啊 避险情绪起来 那么短线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机构啊 坚定抱团的这些所谓消费股的一个表现啊 他们呢 应该是中线资金的一个啊 这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指向标啊 那么 当然也要避免这个出现一个多杀多的一个局面 啊 那么 这里呢 提到这个保坚定抱团股呢 也稍微说一下这个白酒股啊 白酒股呢 今天是奇稳啊 啊 原因就是近期的利单因素呢 消灭 消散掉啊 昨天呢 财政部发了一个关于消费税这个改的一个啊 框架意见征求稿 那么 这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白酒啊 他的一个原先市场担心的收税要收到这个零售环节啊 因为零售价呢 一般比出厂价贵 那么 最后呢 发现了还是跟这个鱼网一样啊 出厂价这里升这个百分二十的一个税 所以呢 市场的担忧呢 就消散掉啊 那么 这呢 呃 让到是 白酒股啊 在相对高位呢 有一个奇稳的一个迹象 好 那么 中下旬呢 我们憧憬这个中央的一个经济工作会议呢 一些政策出来 那么 最后呢 啊 刚才黄金股一股节目也提到 好 那么 避险情绪升温呢 那么 黄金比到14580的位置 好 那么 如果能够突破到1500的话呢 对黄金股呢 有一个支持 好 那么 关注美国方面的本周一些非农数据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 左边呢 是VS的一个走势 好 那么 上面提到这些个股啊 没有持有 好 那么 明天节目里面呢 好 那么 再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